阿莎蔡卓然这日一身熟女打扮 以大使身份出席活动 这陈阿莎和阿嬌 一直为Twin世界巡回演唱会内地站演出 在广州站阿莎还抱怨演出 不过令她最开心的是 九十多岁的妈妈来捧场 忙着你的巡回演唱会 好像去到广州站的时候做高笑 低笑而已 我也不知道 那天经常都好像牛牛豆豆那样 但都没所谓 小病是福 之前散头走的家人也有你支持 其实我的家人也支持了很多场 而且特别是我阿嬷 因为我阿嬷也九十多岁 但她也会坐很久的车 例如去广州、佛山那些看我 早前有传阿莎和张继聪 准备拍摄全新贺穗电影 阿莎这日直应即将开拍 还不清楚是否贺穗当期想拍 还赞阿聪是位好对手 我们开了一次会 大家都给了很多意见 在剧本上 阿聪的想法也很好 他真的很好 他是一个很好的对手 是河水片 我不知道是否是河水片 真的 是吗 是吗 希望说得及吧 虽然阿莎工作忙碌 但她之前都涉到时间 和容祖儿增落同等快闪福光叉电 说起这个女生旅程 阿莎都说当中笑料百出 对 很好笑 我们是女生旅程 然后 还有十二个人 再加一个小朋友 没错 好累 还有 对 而且容祖儿有很多 她有很多想法 有空又说要做这个 有空又要做那样 因为我很忙 所以整个旅程 有没有少料可以分享一下 很多 最好笑 因为我们带了很多 游戏游戏去玩